一顶灯不亮了 怎么维修呢 这个太简单了 大家瞧瞧看 开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有微微的一点点闪的亮光 我们怎么测试这个灯片坏了呢 我们找一个新的这个灯芯 一边怼火线一边怼零线 看看这个灯是亮的 那个旧的灯不亮 证明旧的这个芯片坏了 我们直接给他换掉 现在找螺丝刀 给这个旧的灯芯给他拆下来 这个灯芯都是螺丝固定的 只要给里面的螺丝拧下来 给接线端子线也给他拧下来 这个灯芯就拆下来了 这是新的灯芯 我们给这个新的灯芯 给他吸到这个带铁的 这个吸顶灯的底座上 因为这个灯芯都带磁铁 直接吸上就行了 不用上螺丝 然后给他灵火线分别 左边接一根 右边接一根灵火线不分 随便接 好 现在我们给线接好 然后一定要裹好 电源胶布 电源胶布 一定要裹紧 别漏铜线了 好 现在这个线就接好了 芯片也装好了 好多人怕接这个线会接反了 只要你一边接一个 不管灵线火线都没问题 好 我们现在开个灯 看看灯亮了 是不是 非常好啊 就吸顶灯就这么简单 快捷 灯芯装的有点歪 这个线挡住了 不过也没事 然后我们现在 给这个锡顶灯的盖子盖上 里面的光源稍微偏一点 在下面根本就看不出来啊 我们给这个锡顶灯 对这种卡扣 然后一转 锡顶灯就卡住了啊 这一单就这么清晨的完成了 给自己点个赞 看看 这个就是修好的效果 你们觉得怎么样呀 感谢指点 拜拜